中銀人壽香港超級聯賽 在旺角大球場見到傑芝在主場對著魚丸的比賽 兩隊各自在第一輪的聯賽都是和球 都在領先之下被對方逼和 失了分,這次再對碰 如果看上一季的兩次碰頭,其實傑芝兩次都是大勝魚丸 不過今季魚丸增強了不少外援,手的實力也加強了 早段踢起來亦比較有活力 這邊來自羅賓奧道,把握對方有點凌亂 這個頭槌可惜他頂不中目標 入球在18分鐘就出現 這次在後場,被羅賓奧道單對單對著賓紀文 正當以為怎麼過? 原來對方跌倒了,這一線就沉痛了 然後被羅賓奧道面對著王振鵬 單對單,大小龍門都射穿了 賓紀文今場打了一個正選的右翼衛 但是踢起來,信心不足夠 有些迷惘 這一跌亦令到球隊在上半場先失一球 羅賓奧道也保持入球 近三場比賽入了第五球 這個尼印尼亞的前鋒 在上半場來說,傑芝不是太組織到攻勢 很多時候都是一些軟射 接著有一次就是半單刀的機會 王振鵬就衝出來禁區外 但其實如果你認真一點看 他的右手的而且確就是碰到球 但是球證的劉仿熙 加上兩位的助理裁判 當時也沒有任何的表示 傑芝也被過一劫 繼而去到上半場的中後段 其實傑芝也很靠掃殺 在前面自己個人找一些機會 基本上你前面任何的位置都看到他 由於這場球的判決上面 大家就有些不滿 尤其是魚丸那邊 或者後備籍 或者後備籍 或者後備球員等等 都覺得好像有些吹罰 不是太理想 有些投訴 亦都擾讓了一段時間 當中包括主教練的包家耀 亦都吃了一張王牌 但是傑芝來說 上半場始終沒有什麼起色 但是魚丸也把握不到 對方比較弱的時間 能夠製造多一個入球 結果他們半場都只能夠 帶著一球領先 下半場其實魚丸很快 已經繼續做防守 因為傑芝已經立即更換人 加強一些攻力 首先 賓紀文上半場打得不好 已經被換走 蘇沙下半場也很生 在下半場一出來 已經在右邊 其實幾次傳送 安永佳是把握不到的頭鎚 其實這麼近的頭鎚 應該要進去 魚丸下半場 手勢球比較多 這次來自角球的攻勢 米基爾近門 但亦都被安永佳阻礙了 攻勢一浪接一浪的傑芝 接著亦有基爾頓的撞射 你見到傑芝 亦都再換入加維蘭 黃羊等等 而去到74分鐘的時間 傑芝終於拿到追和的入球 發球基爾頓斬入來 被李毅凱頂入 連續兩場聯賽都拿到入球 這個位置比賽 他會有一點點問題 盧斯安勒 查理斯幹 都未能夠在前方追別人 反而走掉了 追回一比一 但之後一個位置比賽 套軍提供的突擊 羅本歐道其實都剩下了一段時間 這球球呢 扣過了之後一射 但是一把球生打死了 便落至近處處 沒有什麼威脅 麥介宜因為傑子攻得上,給予了一些機會 這邊是朱偉君,帶著督督過來旁邊 再打算今次的射門,但潘沛軒的射球也無法出現一個角度 下半場其實他們防守居多,之後朱偉君亦有跟袁世傑有一個配合 可惜亦比較高出 傑子在射門,其實攻勢比較強勁 先後有幾次的角球攻勢 可惜亦不能得到反勝的一球 最終這場聯賽,傑子和魚丸打成一比一平手 連續兩場聯賽都是以和波收場